好 下面我们来看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第一种方式 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 债务重组采用以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的 债务人应当将所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记住当期损益 注意 以资产清偿债务的都是账面价值 按照清偿资产的账面价值 和转让资产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记入当期损益 记入当期损益 具体记入什么科目呢 那要分你转让的资产是什么类的 如果转让资产是金融资产 债务人如果是以金融资产清偿债务的 那债务的账面价值和常债的金融资产 账面价值的差额呢 记入损益的科目是投资收益 如果债务人是以其他资产 比如非金融资产清偿债务的 那应将所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所转让资产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记入损益 哪个科目呢 记入其他收益 债务重组收益这个科目 好 我们具体看一下相关的账务处理 债务人如果是以金融资产清偿债务的话 债务人以单项或者多项金融资产清偿债务的 债务的账面价值和清偿金融资产的 账面价值的差额 记入投资收益 那偿债的金融资产如果已经具体减值准备了呢 那金融资产都已经没了 具体减值准备 也应该把这个减值准备给它截转掉 如果是用于清偿的金融资产是 其他债权投资 之前记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者损失呢 应当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 转到哪 转到投资收益 相当于把这个金融资产处置掉了 如果之前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请上债务的话 那之前记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呢 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 这个转就不能转到当地损益了 这个就得转到留存收益了 因为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相关的 都是要记入留存收益 所以这个其他综合收益转入到盈余攻击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那债务人如果是以非金融资产清偿债务的 债务人以单项或者多项 非金融资产清偿债务 或者是以包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 在内的多项资产清偿债务的 注意 这种方式 以非金融资产是 要么我就是以这个非金融资产 单项或者多项非金融资产 包括我以多项资产呢 这里面如果说既有金融资产 也有非金融资产 都是这么来处理 不需要区分资产处置损益和债务重租损益 也不需要区分不同资产的处置损益 就是如果说我单一用金融资产 来偿还这个债务的话 那我金融资产和债务的 账面价值的差额 记录投资收益 如果说我是用两项 我是用一组 这里面比如说我用一个固定资产 加上一个金融资产 来偿还这个债务呢 不需要分别处理 不需要分别处理 怎么做 应将所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呢 都记录 如果是这种情况 都记录到其他收益 只有是我单独的用金融资产 偿债的时候 账面价值差额才记录投资收益 否则其他情况 都是记录到其他收益当中 偿债资产已经具体减值准备的 要把减值准备解转掉 债务人以包含非金融资产的 储制组清偿债务的 应当将所清偿债务和储制组中 负债的账面价值之和 与储制组中资产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呢 记录到其他收益当中 储制组所属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 分摊了企业和并中取得的商欲的 该储制组的应当包含 分摊制这个储制组的商欲 储制组中的资产 已经具体减值准备的 应当截转这个减值准备 债务人以日常活动产出的商品或者服务 清偿债务的 应当将所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这个存货等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记录其他收益 第二种债务充足的方式 债务人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债专股 债务重组采用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方式进行的 债务人初始确认权益工具时 应当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应当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来计量 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 应当按照所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来计量 总之他就是按照公允价值 自己有公允按照自己的 自己没有公允按照所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 为什么呢 因为权益工具 它也是属于金融工具 它也是属于金融工具的 所以按照要么按照自己的 自己没有的按照所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 那么因为你原来的债务终止确认了 原来债务终止确认 终止确认的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值 可你确认权益工具的这个金额 它之间有差额 这个差额进入哪里呢 进入投资收益 债务人因发行权益工具 而支出的相关税费 应该依次充减资本溢价 盈于公积 未分配利润 再来看第三种债务充足的方式 就是修改其他条款 债务充足采用修改其他条款方式进行的 如果修改其他条款 导致债务终止确认了 债务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 按照公允价值计量这个重组债务 啥是重组债务 确认你修改其他条款 确认了一个新的债务 发生了实质性的修改 确认一个新的债务 这新的债务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然后原来的债务呢 终止确认 那终止确认的原来债务的账面价值 和重组债务 就是你按照公允价值 确认的这个新债务的金额之间 也会有差额 这个差额 记住投资收益 如果修改其他条款 未导致债务终止确认 或者仅导致部分终止确认 对于未终止确认的部分债务呢 债务人应当根据去分类 继续是以太余成本计量 还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及其变动技术 当机损益 或者其他适当的方式 进行护计计量 那么对于以太余成本计量的债务 债务人呢 应当根据重新议定合同的 现金流量变化情况 重新计算这个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 并将相关利得或者损失 记住投资收益 重新计算的这个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 应当根据重新议定 或者修改的合同现金流量 按照债务的原来的实际利率 或者是按照这个套期会计 第23条规定的 重新计算的实际利率 来进行折线的限制来确定 对于修改或者重新议定 合同所产生的成本或者费用呢 债务人应当调整修改后的 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 并在修改后 重组债务的剩余期限内 参销 好 再来看第四种 债务重组的方式 就是组合方式 债务重组采用 以资产清偿债务将债务转为 权益工具 修改其他条款等方式的 组合进行的 对于权益工具 权益工具就是按照 债务人 出始确认时 应当按照这个权益工具的 供养价值 如果这个权益工具 供养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的 按照所清偿债务的 供养价值来计量 然后对于 修改其他条款 形成的重组债务 形成重组债务 形成一个新的债务 那么这个债务人呢 应当参照上述的第三条 第三条 修改其他条款部分内容 确认和计量这个 重组债务 如果形成一个新债务呢 一般来讲 应该按照供养价值 确认这个新债务 所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值 所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所转让资产的账面价值 就是你转让 你这个组合呀 可能涉及到 用资产清偿 转让资产的账面价值 以及权益工具 权益工具 咱们按照供养价值 或者是 自己的供养价值 或者所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值 和重组债务 重组债务的 这个确认金额之和 你这不是组合吗 组合 你用资产清偿 然后用权益工具 还有重组债务 它们之和 和原来的账面价值 之间的差额 进入到其他收益 债务重组收益 或者是投资收益 如果是仅涉及 你这个资产清偿的时候 如果是仅涉及金融工具的时候 仅涉及金融工具的时候 你这个资产清偿 仅设计金融工具的时候 你进入投资收益 如果是涉及到其他资产 那么 差额呢 就是进入其他收益 好 下面我们看一道理题 二某20年6月18日 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一批商品 应收乙公司款项的入账金额呢 是95万元 甲公司将这个应收账款 分类为 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分类为 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可以吧 可以 可不可以给它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切记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可以 可不可以给它分类为 交易性金融资产 也可以 就是债权利的 是债权利的 就可以分类为 那三种 就根据它的 业务模式 还有现金主要的特征 都可以分类 那 它把它这个应收账款 分类为以贪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了 一公司 将这个应付账款 分类为以贪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负债 25-20年10月18日 双方签订债务重组合同 以公司以向作为 无形资产核算的 非专利技术 偿还这个欠款 以公司还不上钱了 95万还不上 怎么办呢 用一个无形资产 偿债 这个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 是100万 累计摊销额是10万 以具体减值准备 是2万 那就是说 它的账面价值是 100减到10 再减2 是88万 10月22日 双方办理完了 无形资产的转让手续 假公司支付评估费用 4万元 那作为假公司 作为债权人 是以资产清偿债务 以资产清偿债务 这个资产是个无形资产 是非金融的资产 那么对于假公司来讲 这个无形资产 我按照什么价值入账 应该按照我放弃债权的 供应价值 再加上相关的税费 当日假公司 应收款项的供应价值 是87万 比如说我放弃债权的 供应价值是87万 相当于我花了87万 买的这个无形资产 然后为这个无形资产呢 发生评估费4万 那站在假公司角度 我这个无形资产的 入账价值就应该是 91万 然后呢 以替换账准备7万 乙公司应付款项的账面价值呢 仍为95万 然后对于乙公司来讲 它是用一项非金融资产偿还的 那么用资产抵偿债务 应该是按照账面价值 按照这个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 和应付账款的这个债务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就哪里呢 由于是非金融的资产 所以这个账面价值的差额 记住到其他收益当中 债权人的会计处理 二抹二零年10月22日 债权人假公司 取得这个无形资产的成本 为放弃债权的供允价值87万 加上评估费用4万 也就是91万 作为无形资产的入账价值 借无形资产91万 然后代计应收账款95万 这个应收账款呢 还记提了坏账准备 借坏账准备7万 然后发生了评估费4万 代银行存款4万 差额进入投资收益1万 再来谈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债务人的会计处理呢 用无形资产偿还了债务 都是按照账面价值 债务的账面价值 借应付账款95万 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呢 代无形资产100万 借累计摊销10万 借无形资产减值准备2万 差额由于是非金融性的资产 所以呢 它的差额进入其他收益 代其他收益 债务重组收益7万元 如果甲公司管理层决议 受让这个非专利技术后 将在半年内将其出发 在半年内将其出发 也就是组合持有代售的条件 当日这个无形资产的 供应价值呢 是87万 预计未来出售 这项非专利技术时 将发生1万元的出售费用 该非专利技术 满足持有代售资产的 确认条件 满足持有代售资产的 确认条件 它的供应价值减去 预计未来发生的费用 是86万 那么它的账面价值 按照无形资产 正常入账价值是91万 和它的供应价值减去 出售费用87 减1万 86万 应该按照这两者输递 因为它要划分为 持有代售 按照这两个输递来计量 债权人 假公司的账户处理如下 输递呢 哪个递 86万递 借持有代售资产 无形资产 86万 贷应收账款95万 借坏账准备7万 贷银行存款4万 差额积入资产减值损失当中 借资产减值损失6万 好 我们再来看一道例题 二末19年2月1日 假公司从乙公司购买一批材料 约定六个月后 假公司应结清款项100万元 假定无重大融资成分 乙公司呢 将这个应收款项分类为 以供引价值计量 切切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可不可以分类为 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可以的 假公司将这个应付款项分类为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二末19年8月12日 假公司因无法支付货款 与乙公司协商进行债务重组 双方相定乙公司将这个债权 转为对假公司的股权投资 这个债务重组怎么重组呢 债转股 10月20日 乙公司半截了对假公司的增资手续 假公司和乙公司 分别支付手续费等相关费用 1.5万元和1.2万元 债转股后 假公司总股本呢 是100万 乙公司持有的抵债股权 占假公司总股本的多少 总股本呢 25% 占25% 对假公司具有重大影响 具有重大影响 那就是长期股权投资 那么如果是长期股权投资的话 乙公司取得的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按照什么价值来入账 按照他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 加上相关的手续费 那乙公司是支付了 为了这个取得长投 发生多少手续费呢 发生1.2万元 假公司股权供应价值 不可计量 不能可靠计量 那么对于假公司 对于债务人 对于债务人 他以债转股的方式 来偿还这个债务的话 按理说他应该按照这个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那么如果这个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不能取得的话 他就按照放弃债务的供应价值 作为这个权益工具的价值来入账 假公司应付款项的账面价值 仍为100万 19年6月30日 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的供应价值 均为85万 19年8月12日 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的供应价值 均为76万 19年10月20日 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的供应价值 仍为76万 假定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 好我们先来看债权人的账务处理 那债权人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把它指定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一开始他就是确认了一个100万的 100万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么在6月30号的时候变成多少 变成85万了 所以降了15万 那就是贷交易性金融资产15万 借供应价值变动损益15万 然后到8月12的时候又降了 从85万降到76万 那降了多少 又降了9万 所以贷交易性金融资产 供应价值变动9万 借供应价值变动损益9万 10月20日 乙公司对假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就是他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76万 与取得这个长头发生的相关税费1.2万元 合计是77.2万元 那就是借长期股权投资假公司77万2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100万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供应价值变动24万 还有发生的相关税费1万2 贷一行存款1万2 好 再来看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10月20日 由于假公司股权的供应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那正常来讲债转股 对于债务人转成了权益工具的话 这个权益工具应当按照自己的供应价值 那他的股权供应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时候 那初始确认权益工具供应价值呢 只能按照所清偿债务的供应价值 也就是76万元的计量 并且扣除因为发行权益工具支出的相关税费1.5万元 那假公司债务人的账务处理如下 把钱还了 钱还了就是借应付账款100万 然后呢 怎么还呢 怎么还呢 用我的权益工具 这个权益工具呢 总共是76万 贷实收资本25万 贷银行存款发生相关费用1万5 然后这三个加在一起应该是76万 什么意思呢 我就是用这三个还的这100万 这三个是指76万 我就是用这三个还的这100万 然后这个差额 用76减掉25万 减掉1万5 这个差额呢 记录到资本工具 资本以下 49万5 然后 我是用76 还的100万 所以 有投资收益 但 投资收益 24万 好 我们再来看一道立体 二某19年11月5日 贾公司向乙公司奢购一批材料 含税价格是234万元 二某20年9月10月 贾公司因为发生了财务困难 无法按照合同约定 偿还债务 双方协商进行债务重组 乙公司同意贾公司用其生产的商品 作为固定资产管理的机器设备 和一项债券投资 抵偿欠管 这个债券投资呢 是一项金融资产 那既然这组资产里面 有一项是金融资产 对于债权人 拿到这个金融资产 应该按照他的供应价值 然后 剩下的 除了这个金融资产之外 剩下的 在这个商品和固定资产上分配 当日 这个债权的供应价值呢 是210万元 贾公司用于抵债的商品的市价 是90万 抵债设备的供应价值是75万 用于抵债的债券投资的市场价格是 23.55万元 也就是说 这个债券呢 我就按照这个 以这个为基础来算 然后呢 总的不是210万吗 210万减掉这个 剩下的才在 那个商品和固定资产上分配 抵债资产于二某20年9月20日 转让完毕 假公司发生设备运输费用是0.65万元 假公司发生的设备运输费用 应该记住哪里啊 因为他是转让这个固定资产的嘛 他用固定资产偿还嘛 所以呢 这个是记住固定资产清理 以公司发生设备安装费1.5万 发生设备安装费 那就记住再建工程吧 也就是说他拿到这个设备呢 不能马上用 要先记住再建工程 以公司以贪余成本计量这项债权 二某20年9月20日 以公司对这个债权呢 已经记起了坏账准备19万元 债券投资的市价 也就是说转让资产的这一天 债券投资的市价呢 是21万 以公司将受让的商品 设备债券投资 分别作为低值业耗品固定资产 可以供允价值计量 期期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这个在取得的当天 应该按照供允价值来入账 甲公司以贪余成本计量 该项债务 二某20年9月20日 甲公司用于抵债的商品成本 是70万 那对于甲公司 它是债务人 它是用资产进行清偿 用资产进行清偿呢 那么它应该是用资产的账面价值 和偿还债务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进入哪里呢 进入到其他收益 因为这里面虽然有一项是 有一项是金融资产 但是它还有两项 这一组资产里面 还有两项是非金融资产 因为这一组里面只要有非金融资产 它就要进入到其他收益 那么这个商品的成本是70万 抵债设备的账面原价150万 累计折旧40万 以提减值准备18万 假公司以贪余成本 尽量用于抵债的债券投资 债券的票面价值总额是15万 票面利率与实际利率一致 按年复息 当日这项债务账面价值 仍为234万元 加以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使用增值税税率为13% 经税务机关核定 该项交易中商品和设备的计税价格分别为90万元和75万元 就是他们的供应价值 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 好我们先来看看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那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他接受了三个资产 一个是商品 一个是设备 还有一个是一个金融资产 那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金融资产按照供应价值来定 然后他在接收这个商品 低支一号品还有设备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 会产生进行税 进行税也相当于他收的钱 所以低支一号品可抵扣的增值税 90乘以13% 这也是相当于他收的一个固定的钱 是11.7 设备可抵扣的增值税 金融税是75乘13% 是9.75 这也是他收的固定的钱 那么低支一号品和固定资产的成本 应当按照他的供应价值 供应价值也就是90比75 按照这个比例 对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 要扣除信用资产 因为金融资产按照自己供应价值 扣除金融资产后的金额 进行分辨后的金额为基础来确定 那低支一号品的成本 低支一号品入账价值按照多少呢 按照他的供应价值 除以低支一号品和设备 这两个合计的供应价值之和 看他占的比例 乘以一个210 这是总的债权的供应价值 减掉金融资产的23.55 再减掉其实这两个也是相当于倒数的钱 你又可以抵抗金融税吗 减掉11.7减掉9.75 那计算出来呢 低支一号品的成本入账价值就是90万 那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 那就是75除以90加75乘以210 减掉金融资产的减掉金融资产的减掉 进行税的计算出来呢 是75万元 二某20年9月20日 以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截转债务重组相关损益 因为在这一天相应的设备已经运过来了 商品也运过来了 转让手续都完事了 那么你就可以确认债务重组的相关损益了 借地支一号品 刚刚算出来90万 借再建工程 那个再安装的设备75万 然后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行税额 那两个啊 这两个的进行税额 21万4500 然后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在这一天 这个债券投资的供业价值是21万 所以借交易性金融资产21万 然后代替一个应收账款 假公司应收账款234万 然后应收账款呢 还有一个坏账准备 给它冲掉 这是同科目 借坏账准备19万 差额进入投资收益 借投资收益 75500 然后支付安装成本 支付这个固定资产的安装成本 借再建工程 带银行存款15000 安装完毕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候 借固定资产 带再建工程 76万5 再来看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假公司 9月20号的账务处理 首先它这个设备 给人家了 设备给人家了 账面价值得转到固定资产清理当中 贷固定资产 150万 借累计折旧40万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8万 借固定资产清理 92万 然后呢 还发生了 为了这个 这个设备运输啊 还发生一些费用 6500万 借固定资产清理 贷银行存款 6500万 然后这个应付账款就没有了啊 就用这些资产给还掉了嘛 那就是借应付账款给充掉 234万 然后 这些资产都是按照账面价值 代计固定资产清理 92万6500万 代计库存商品 70万 代计债权投资 15万 然后代计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这两个 还有销箱税呢 214500 然后差额 进入到 其他收益 债务重组收益当中 34万就 好 我们再来看一道例题 A公司为上市公司 二某16年1月1日 A公司取得B银行贷款5000万元 约定贷款期限的是4年 那从16年开始4年 那就是到19年12月31日到期 年利率是6% 按年复息 A公司以按时支付所有利息 19年12月31日到期了 A公司出现严重的资金周转问题 多项债务违约 信用风险增加 无法偿还贷款本金了 二某20年1月10日 B银行同意与A公司 就该项贷款重新达成协议 新协议约定 第一个 A公司将一项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房产 转让给B银行 用于抵偿债务本金1000万元 这个房产账面原值是1200万 累计折旧是400万 未计题减值准备 第一个 用资产偿还债务 第二 A公司向B银行增发股票500万股 面值是1元每股 占A公司股份总额的1% 第二个 债软股 用于抵偿债务本金2000万元 A公司股票呢 于二某20年1月10日 收盘价为4元每股 好 我们看一下 它是1% 1%的股票 1%的股票 那对于B银行来讲 只有1% 那我们一般意义上来讲 它是达不到重大影响的 所以呢 对于它来讲 应该是一项金融资产 那是一项金融资产 就要按照什么 对于B银行 对于债权人 它应该按照公寓价值 第三 在A公司履行上述偿债务后 B银行呢 免除A公司500万元的债务本金 并将尚未偿还的债务本金呢 1500万元 展期至二某20年12月31日 年利率是8% 如果A公司未能履行 第一项和第二项所述的常债义务 B银行有权终止债务重组协议 尚未履行的债权调整程度呢 随之失效 B银行以贪余成本计量这个贷款 以具体贷款损失准备300万元 那这个贷款呢 于二某20年1月10日的供允价值 这个债权的供允价值是4600万 那予以展期的贷款的供允价值呢 是1500万 就有三项 第一项呢 是用资产偿还 然后第二项呢 是债转股 第三项呢 就是这个予以展期 重新修改相应的业务条款 那这个它的 就展期的贷款的供允价值 第三项的供允价值是1500万 二某20年3月2日 双方办理完了房产转让手续 B银行将这个房产作为 投资性的房地产核算 二某20年3月31日 B银行这笔贷款 补提了100万的损失准备 二某20年5月9日 双方办理完成股权转让手续 B银行将这个股权投资分类为 以供允价值计量 其次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它是一项金融资产 它是一项金融资产 那么既然是一项金融资产的话 就得按照供应价值 就得按照这个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A股票当日的收盘价是 4.02元每股 A公司以贪余成本计量这个贷款 截至二某20年1月10日 这个贷款的账面价值呢 是5000万 不考虑相关税费 好我们先来看债权人的会计处理 A公司与B银行 以组合的方式进行债务重组 同时涉及了以资产清偿债务 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还包括这个债务豁免的 修改其他条款的这些方式 可以认为对全部债权的合同条款 做出了实质性的修改 债权人在收取债权现金流量的 合同权利终止时 应当终止确认全部的债权 也就是在2020年的5月9日 在这一天该给你的房子 固定资产给你了 然后该给你的股票也给你了 在2020年5月9日 这个债务重组协议的执行过程和结果 不确定性消除的时候 可以确认债务重组的相关随意 并按照修改后的条款 确认新的金融资产 债权人B银行 账务处理如下 在3月2号 3月2号是什么呀 3月2号债务人A公司 把自己房产给到B银行了 那么把房产给到B银行 B银行出租出去 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成本怎么算呢 成本因为总共是三项 一个是以资产清偿 还有一个是以这个股权 股权对于B银行 它是发生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所以这个股权供应价值知道的 然后呢 重组债权的供应价值也是知道的 请不告诉我 那么剩下的总的供应价值是4600 那减掉股权的供应价值 减掉重组的债权的供应价值 那不就是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吗 计算出来是1100万 借投资性房地产贷款1100万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重组还没有完成 这个重组还没有完成 所以呢 不能确认損益 3月31号又既提了损失准备100万 那就是借信用减值损失 贷款损失准备100万 然后在5月9号这一天 5月9号这一天 这个股权也给你了 这时候呢 可以确认相应的損益了 那受涨股权的供应价值是多少呢 这一天他每股的供应价值是4.02 总共是500万股 所以受涨股权的供应价值是2010万元 那就是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2010万元 然后呢 借贷款本金 这是新的 这是新的重组的债权 借贷款本金1500万 这个题目也告诉我 然后呢 把原来的贷款 把原来的这个债权充掉 原来的呢 一个是贷 贷款本金还剩多少啊 刚刚充了 刚刚这个收投资性房 总共是5000万吗 收投资性房地产的时候 充了1100还剩3900吧 就是贷 这个贷款本金3900 然后借记贷款损失准备 400万 这个差额 记录投资收益 代投资收益10万元 好 再来看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这个债务重组协议的执行过程 和结果不确定性呢 于二毛二零年5月9日消除时 债务人清偿这部分债务的 现实义务呢 已经解除了 可以确认债务重组相关损益 并按照修改后的条款 确认新的金融负债 那债务人 A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3月2号的时候 他是把这个固定资产给到了币银行 所以贷固定资产1200万 借累计折旧400万 借固定资产清理800万 然后呢 贷固定资产清理800万 借长期借款本金800万 5月9号的时候 借款的新的现金流量多少呢 借款的新的现金流量是1500万 然后按照8%的利率 然后呢 给它进行折现 除以一个一加6% 计算出来是1528.5万元 那现金流的变化 就用1528.5 减掉1500 除以一个1500 计算出来 现金流的变化是1.9% 小于10% 小于10% 所以针对1500万 本金部分的合同条款的修改 不构成 小于10% 所以不构成 实质性的修改 不终止确认这部分负债 那就是借 长期借款本金 借长 把原来的那个旧的先冲掉 原来旧的先冲掉 原来旧的呢 这个用固定资产 用这个房子还了 已经充了800万了 还剩多少 还剩4200万 借长期借款本金 然后代替一个股本 是500万 然后这个股票 当天的供允价值呢 是2010万 那么刚刚算了 所以代替资本公积 用2010万减掉500万 是1510万 然后代替一个长期借款本金 这是新形成的 就是新形成的这个债务 这部分不能终止确认 这部分还得确认 那这个贷长期借款本金 咱们刚刚算出来是 1528万5000 然后差额 代替其他收益 代替其他收益 661万5000 本例中 即使没有A公司未能履行 一二项所述的长债义务 B银行有权终止债务重组协议 其他债权调整承诺随之失效 即使没有这个条款 债务人仍应当谨慎处理 考虑在债务的现实义务解除的时候 才能终止确认原来的债务 好 下面我们来看债务重组的相关披露 债务重组中设计的债权 重组债权 债务 重组债务 和其他金融工具的披露 应当按照金融工具猎豹的规定来处理 此外 债权人和债务人还应当在付诸中披露 与债务重组有关的额外信息 债权人应当在付诸中披露 与债务重组有关的下列信息 第一个 就是根据债务重组的方式 分组披露债权的账面价值 和债务重组相关的损益 分组的时候 债权人可以按照 以资产清偿债务的方式 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的方式 修改其他条款方式 组合方式 也就是按照债务重组的方式 为标准来进行分组 也可以根据重要性的原则 以更细化的标准来分组 第二就是债务重组导致的 对联营企业或者合营企业的 权益性投资的增加额 以及这个投资 占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股份 总额的比例 这些都是财务报告使用者 比较关心的内容 对于债务人应当在付诸中 披露与债务重组有关的下列信息 第一也是根据债务重组的方式 分组披露债务账面价值 和债务重组相关损益 分组的标准和债权人的要求类似 还有就是债务重组导致股本 等所有者权益的增加额 那报表使用者可能还关心 与债务重组相关的其他信息 关心这些信息也得进行披露 第一个就是债权人和债务人 是否具有关联方的关系 第二如何确定债务 转为权益工具方式中的权益工具 以及修改其他条款方式中 新重组债权或者重组债务的 如何确认这个供应价值 第三呢就是是否存在与债务重组相关的 或有事项 企业应当根据或有事项 金融工具的确证和计量 还有关联方的披露 还有金融工具的猎豹 还有供应价值计量 准则规定披露相关的信息 好这就是本章的内容 那关于本章呢 我们重点还是要掌握一些基本知识 然后掌握本章的例题 把本章的这些例题读做会了 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介绍了债务重组的定义和方式 那债务重组的方式有四种 分别是以资产清偿债务 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修改其他债务条款 还有组合方式 然后呢就是债权债务的终止确认 债权人合同权利终止的时候 终止确认债权 债务人现实义务解除的时候 终止确认债务 然后我们又介绍了 这个债权人的会计处理 还有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这个呢如果是出主关题的话 肯定是从这个债权人债务人 他的会计处理这里出主关题 然后我们又介绍了债务重组的相关披露 好这就是本章的全部内容 自由让人自律 大家继续加油 我们下一章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